主任 怎么了 这么着去找我干嘛 出大事了 你自己看看 二十多封投诉信 直接寄到了上面 领导发话了 要把你解聘了 什么 把我解聘 我说你怎么敬给我惹事啊 这是领导的主意 我也没辙 我现在压力比塔还大呢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干呀主任 是谁这么无聊啊 我看看 还挺谨慎的全都是答应的 你看看 这何止是谨慎呢 这简直直说要害 你看这内容 说毛丫丫来到公司上班 根本就不是为了工作 是为了勾搭业主 找金主谈恋爱 你说领导听了能不生气吗 主任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求求您了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的 您帮帮我好吗 好吧 您放心 我尽力 会不会是我妈干的 我去问问她 刘虎你别去啊 别把事情闹大了 刘虎 一还要是走了 这副主任的位置 不就是我的了吗 太棒了 刘虎你别去了 本来我不会再解聘的 你这么明朗公司 肯定开除我 你怎么那么幼稚啊 这种事情 要是不阻止的话 肯定还会继续的 到时候你一样会被解聘 你看不出来啊 这就是有人故意在整你 我告诉你 你可以不喜欢我没关系 可是我不能够让任何人 伤害你 刘虎你真的别管了 有什么事情可以慢慢解决嘛 我可能要压你 这是你第二次被我远累了 我想要保护你 行吗 你别去 你真去啊你 毛燕燕 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 真挺 下次买这些 好 小哥 回来了 小金 回避一下 我有两句话想跟妈妈说 好 坐 老费啊 你看看 我有没有变光滑 好嫩啊 还不错 妈 我有两句话想问你 你跟我说实话好不好 请问 这是谁干的 投诉信这么多啊 什么意思 对 投诉信 而且是专门投诉毛鸦鸦的 现在鸦鸦因为这个 就快要被他们公司解雇了哦 这么惨 那 你赶紧的找他想办法呀 你找我干嘛 我们就别绕圈子了哦 妈 鸦鸦才刚来上班 连人都还没健全呢 怎么可能有人要投诉他 这些东西我们看来是没什么 但对他来说可是至关重要哦 关系到他的生存他的工作 姓刘的 你的话我听懂了 你就为了一个女人 怀疑我啊 我在你心里是这种小人吗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呢 我就是想把事情搞清楚而已 这还不够清楚啊 你分明就是在怀疑我嘛 我问你了 是不是毛鸦鸦叫你来问的 这跟他没有关系 怎么会扯到他身上呢 这当然有关系啊 这八子都还没一瓶啊 就开始学会挑拨 我们母子的关系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留伙 本来我对毛鸦鸦呢 是没有什么坏的意义 我觉得大家不熟嘛 要相处相处 我不能乱下定乱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肯定地告诉你 他就非常累 还有 不管你跟他是真朋友 还是假朋友 拒绝往来 我再说一次 这跟他没有关系 妈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我现在就在跟你讲道理 今天我是你妈 她是谁啊 一个黄蛙臭丫头 她是你她养你啊 你什么都听她的 还没进门呢 将来进门还得了 我还有我的位子吗 不跟你们在这地方踩 你怎么把话扯那么远嘛 就是论事嘛 就是论事 不是 我现在就是跟你就事论事 不是我写的 你要我去打成招啊 那不是你就不是你啊 本来就不是我啊 那干嘛这么生气呢 我问问嘛 我就是生气啊 什么眼神啊 没有啊 你的眼神是在问我吗 下次再问我吗 下次再问我吗 你 问我吗 你的眼神就是在宣犯 你已经宣犯了 宣犯了 没有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本来就错了 你干嘛就不呀 本来问我 你莫名其妙 你愿望好人啊你 你愿望一个女孩子 真的 火哥咱们走了 让他走 莫名其妙哎 我那个破毛鸭鸭 回来质问我 说那一堆的投诉信 是我写的 薛姨呀 你这事就不应该怪火哥 我看呀 就是毛鸭鸭故意在使坏 挑拨你和火哥的关系 他呀 这是在向你示威 好 你的毛鸭鸭啊 你看我怎么整你 白服了 要不 要不 我打电话问何雨晴 不用了 打了也没用 就算是他干的 他也不一定会承认 毛鸭鸭 打起精神来 相信我 这次我不会让你被解聘 刘虎 你真的不用对我那么好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报你了 对了 你给我哥的那十万块钱 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我先走吧 我话还没说完呢 刘虎 刘虎 我们以后 不要再走那么近了 我累了